这个是影响你们现在情感的一个重要的事件 对吧 而且我俩在一块之后 他还保留着他前女友的微信了 QQ的联谊方式 还有他妈妈的 就是他前女友的妈妈的联谊方式 他不都说删了吗 后来他前女友又加上他之后 他又加了 然后我要求他删 他才删了 那我还是删了 我都想问你为什么 我要求你删你才删呀 因为我们分手之后还是 就是相当于很普通的朋友 没事他会打个招呼什么的 也就这个样子 也很少去聊天 好吧 反正在女孩的心里面 这就是一片阴云对吧 对 每次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 心里面就特别有阴影 好 我们把它放在这 还有什么问题让你们难受 别人 也说一下关于这个前任的问题 就是他每次都总是去要求我 你看看别人的男朋友 是怎么怎么好 两人一地恋 从上海给郑州去订外卖 我说他们是没有咱们现在这个条件 才就这么做的 难道我咱们离这么近 我还天天给你订外卖吗 那我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就说就是让你学他这种心思细腻的 这种感觉 我身为你女朋友 我每次都是想到你身边缺点什么 我想的都比较细腻 你天天性格大脸 我就想让你就是学习学习嘛 我就说的就是这意思 学谁啊 就是学习学习 就是我室友男朋友那些 别人的男朋友 听懂了 我难道做的还不够吗 还说我不够浪漫 没有惊喜 你提前两个月你快生日就给我说 你给我送花吧 我说送送送 然后我再送了之后 就是我没有惊喜 没有浪漫了 你说你法考没有过 想给自己犒劳一下去买这个粉底液 我都记在心里 我该买了我还是给你买了 还是没有浪漫 没有惊喜 那每次都是我要求你做什么 对 你提前两三个月去要求 我再去做 那不就没有惊喜 没浪漫了 你都不会主动去做吗 我主动两个月去给你买 这个算是主动 那你说你自己 现在创业做了一个公司 天天喝酒抽烟 我说你都不行了吗 上回说你喝酒 把牙都打掉一块 喝酒怎么会把牙打掉 这个是失误 去锻炼的操作失误 它跟喝酒没关系的 酒后锻炼啊 对 确实是有些问题 但是这个喝酒抽烟 他每次说我也都记着 但是有时候我主要是 矛盾点在哪儿 希望你 我带你去参加饭局的时候 给我有一点面子 你不要在饭局上就去摆脸色 你让别人都不敢说话了 那怎么 我什么时候没给你面子了 我就是你抽烟的时候 我顶多倒你两下 就少抽点那些意思 我影响别人心情了吗 但是别人都不敢说话了 别人怎么不敢说话 我就倒你两下呀 那是我理解错了吧 可能别人没有被吓到 就是不想说话了 等于现在男生又开始创业了 是吧 因此 就是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